好 回來就跟你我這個生活蛋最有關係 如果未來呢 這個含有瘦肉精的美國牛肉真的開放的話 到底呢有哪些方法可以做一個辨別 現在聽說有一些這個試劑啊 滴上去就可以知道 我們先來看這報道 大塊美國牛肉煎得滋滋作響 但是現在卻傳出可能會開放含瘦肉精的美國牛進口台灣 仍然不少民眾人心惶惶 現在有一種像影片一樣的快速檢測片 只要滴上幾滴肉汁 就可以測得出來到底有沒有含瘦肉精 現場實驗看看在賣場買回來的牛肉 先擠出幾滴肉質 滴在快速檢測片上 出現兩條就是不含瘦肉精的陰性反應 但是滴下幾滴含有培菱的瘦肉精 卻呈現出只有一條的陽性反應 有一些肉的話它可能它的 就是瘦肉比例比較高 肥肉比例比較少 那可能就是可能要懷疑 除了快速檢測法 肉眼分辨也有訣竅 餐瘦肉精的肉品 顏色比較暗紅 肥肉比較少 沒有瘦肉精的肉品 顏色比較白 肥肉比瘦肉多 醫生也慘成 如果是瘦肉精累積過量 還可能會出現心律不整 或是神經系統受損等症狀 如果我們不小心吃到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會 手會有發抖的情況 那如果嚴重的話 可能會有心事戰動的情況 其實國外燉牛肉含有瘦肉精的部位都有規定 肝和肌肉的容許量最高 像是澳洲幾乎都沒有訂定標準 不過在美國韓國都是允許使用的 各國標準不一也難以檢測 這下子有可能開放進口 民眾也只是希望吃得開心 健康也別 受到影響 中間這安品轟然想陪台北參不倒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一些方法做一個檢測之外 其實我們來看到 到底這個培林吃多少以下是無害的 我們來看到這是 這個衛生署是說 現在應該是吃60維克以下是無害 但我們也請教一下林主任的部分 這個是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 建議培林的可設施量 我們剛剛提到 如果是60公斤 成人的上限是一天的 是60維克就是一個上限的部分 我們如果就大家一般的成年男女 如果一天來計算 是吃一天 男性是137克的豬牛 還有女性是94克來算的話 這樣的話 150克含有90ppb的 瘦肉精的這個豬牛 等於這個乘起來就是 13.5的微克瘦肉精 這小於這個標準60微克的 就算這個是60公斤坐月子的婦女 一天如果吃豬肝360克 豬剩130克 肉92克的話 算一算這也會只吃進去 27微克的瘦肉精 是小於60微克 所以這樣看起來 這樣一個標準 我們請教一下林主任 這標準看起來 其實就算是坐月子 吃了那麼多內臟 好像也是沒有事情 事實上這個標準的話是一個平均值 它是以每天每人我們台灣人吃多少弱品來去做計算標準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很多都無限暢飲 所以事實上我本身也是腎臟科教授 我們常常在計算每天每個人吃多少這個肉類蛋白質 我算起來一天吃一斤的人不少 一斤就600公克 對 所以它就貼近於我們所謂的最高上限 所以這個13.5微克若乘以4就已經大於60微克 對 所以事實上這是對一個平均值來講 所以一些喜歡吃肉的人來講可能風險會比較大 剛剛我也強調過其實歐盟是說對於有心臟血管疾病人可能是風險會相對高 所以假如你有心臟血管疾病假如在嚴格的疾病我想就很容易超過了 假如它應該是一個高危險群 所以事實上我們如何避免這些人受到傷害 還是避免說我們國內養殖戶受到傷害 能夠兩千其免這大概要有賴於這些執政者的智慧 對 但是事實上我們常常臭肉精一出進來 像美國火雞也用 我們台灣也發現鵝也在用 這樣吃在一起 這個量可能超乎我們的想像 對 所以這種無限暢飲的店 又這麼多不吃白不吃 吃了變白吃 所以這樣吃進來 我相信的話就裡面的話會有潛伏的風險存在 實在是再請教這個主任 就是剛剛我們其實也看到有一些這個檢測的方法 但是如果真的攝取了這個培林的話 有沒有辦法自然排出呢 那沒問題的啦 我剛剛有提到過它不會累積 它其實所產生的是急性期的可能傷害 所以你急性期 萬一你本身的話 對這個本身對這個瘦肉精 本身你就是有心臟血管疾病 你就比較敏感 你很容易就心事就會心臟心力不整 甚至心事戰動 心事戰動我們叫做心臟麻痺 所以算蠻嚴重的 假如血壓要上升 本來你本來就有問題的 你有心血管疾病會有缺血 已經心臟血管狹窄了 你再加點刺激 會不會產生心肌梗塞 所以算對這一群人來講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不好的 了解 不過我剛剛聽這麼多 包括這怎麼檢測啦 或是說剛剛講到這60微克以下的標準 我想請教一下老師 如果就我們一般老百姓不是那麼專業的 聽了這些東西之後就放心敢吃了嗎 不過我覺得嚴格講 學這個學醫的 或者學剛剛林教授那樣類客人 其實會比較關心人民的健康 是很嚴格去要求 但其實一般人 平常任何飲食也要注意 你任何東西吃過多都不是很好吃 說實在其實我們應該養成一個健康的習慣 就是說無限暢飲的店 你要給自己暢飲嗎 那其實對自己不好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我剛剛聽林教授那樣講的話 我反而覺得說我們應該關心人民的 一般的飲食的均衡 我覺得可能比這個來的重要 那我常常講說 我們在美國也待過嘛 我們在美國吃牛肉 我們從來沒有考慮到 美國受益軍對我們的影響 我倒不是說 我們應該考慮這個影響 但是任何國家一定對 他自己人民健康是在乎的 絕對不可能不在乎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問題 如果不是流於意氣的話 那我覺得倒不是一件那麼可怕的事情 那剛剛聽林教授這樣講 其實我們應該告訴人民 這個飲食健康應該注意 如果自己有心臟血管疾病人 少吃牛肉嘛 很簡單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倒是可以做到的 我只是認為說 現在以我們一般人來講 我們其實是希望政府 給我們一個比較合理的管理機制 你說所謂合理的管理機制 說你的管理機制 你們做到一些策略 譬如說今天如果真的是 美國人進來了 我們一定要告訴說 在美國聯合的店裡面 一定要警告說 有怎麼樣疾病人 至少是少吃或怎麼樣 我覺得如果做到這樣的管制 我倒覺得應該還可以 是是 好 那不過我們也 這個會集了一些專家的意見 我們來看到 其實這個包括了 這是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教授 孫露希 他也講到就是說 其實瘦肉精是不是開放 但我們也提到 這是政治炒作的議題 不是科學的議題 現行二十幾個國家 允許培林作為飼料的添加物 訂定的一個殘留限量標準量 非常低 對人體沒有安全疑慮 如果非要用就開放吧 否則農戶私下使用其他的瘦肉精更危險 好 這個是一個管制上的問題 另外這是台大收益系的教授 賴授稅他也講到就是說 政府應該開放瘦肉精 近幾年本土肉品平均1.7% 已經有驗出含瘦肉精了 多半是一些不肖業者 偷走私便宜 毒性更強的 這個乙型瘦體素 對民眾傷害更大 使用一般瘦肉精 只要在限職之內 其實很安全 所以我們就請教一下林主任 對於這樣的說法 就乾脆你就是開放 而且做一個合法的管制 你不要讓他走私一些 更強的乙性瘦體素 你怎麼看 對 我覺得非常不同意他們的看法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我們百分之九十幾的農夫 都非常的乖 而且非常熟化 所以造成我們全民的健康 有所保障 你不能因為這樣 所以把這整個去開放 你開放了 他還是要用便宜的 便宜是進口的 更貴 你沒辦法這是兩回事 你應該去加強取替他 並不是說 因為我們有少數百分之不到一的人使用 我們開放全部來進來使用 這是兩個議題 而且事實上 假如瘦肉精真的完全沒有安全顧慮 我想歐盟也不會拒絕 我想WHO的食品華典委員會 也不會有手爭論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瘦肉精是會節省成本的 因為它會讓這個汁的排余減少 讓它不會排泄這個豬份之量 處理費用減少 它漲弱率增加 減少成本 所以減少成本的前提就是犧牲 你可能犧牲某些健康風險在 不然世界各國都用這麼好的藥 又沒有安全顧忌 所以事實上你說 完全沒有安全顧忌 這句話是在學理上是不通的 因為這樣人家不用記訣 我的農民也可以賺錢 你的農民也可以賺錢 何必大家吵來吵去 所以事實上這種情形的話 不是是沒有風險 是有風險 只是說我們如何避免這個風險 還是如何只能降到最低 了解 所以現在像是一些傳統市場 這管制上面是不是特別的困難 或說這個 如果現在到底開不開放 林教授 林主任 您大概最關心的點 應該要去管制的點 可能在哪部分 我是覺得 當然最理想就像日本一樣 他們國內自己自律 他們自己養的豬通通不用 他們自己的人都吃自己的豬 不吃美國豬 美國豬沒得賣 美國牛沒得賣 他自己就摸著鼻子就走了 也沒有什麼國家安全 什麼問題存在了 但是在台灣 實際上比較難 對 中國市場還比較多 對 大家一直說 仿照日本標準 人家日本人都守法 對不對 你在一開放的時候 開放牛不開放豬 牛進來我養豬的 為什麼不用 很堂堂皇皇的用了 所以這個事實上 國情不一樣 而且所吃的 日本人內臟吃得少 不會像我們三不五十 天天都在吃 所以事實上 每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想法去思考 我是覺得 應該是做我們實際 本土的風險評估 然後去看能不能 找到一個折衷方案 讓大家也過得 吃得很安全 讓國家 讓我們整個的利益 都能夠有所顧忌 因為大家這個風險 是不是還滿高 所以說你看 剛剛你舉那兩個 這個也都是博士 也都是教授 這個也是讀物教授 看法就不一樣 那你說政府要怎麼提出一個 有公信的東西 讓人家 當然讀物我是比較相信他 因為這個是食品的 一個是受益 那有些不懂的搞不好 你這個宣傳瘦肉精宣傳多了 搞不好有些人自己 減肥能不能吃 人不能吃一點瘦肉精 肥肉減少一點瘦肉 增多 排血量變少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有用瘦肉精的豬 養豬告訴我 那個豬都比較焦躁不安 常常會暴斃 當然他們走私的瘦肉精 當然是毒性是比較強的 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都吃一點瘦肉精 大家都來減肥 不用去看醫生了 要跌死一點 就不用上健身吧 你的心臟血管要耐得住 所以說現在一般人 對這個知識真的不懂 你說叫我們研究到 像他對毒物這麼懂 我們拿了那麼多時間 我們年紀也大了 不可能有那麼青春去學毒物 那就需要這些毒物專家 來告訴我們 那會不會找另外一個 毒物專家來講 又跟這個毒物專家講的 又不一樣 那我們就無可适從 不過我相信這個內閣 他假如說準備讓他開放 他一定要有一套 一套論述出來 說我這一套是經得起檢驗的 歐盟的那一套可能是不對的 日本這一套還對 他總要有一套說服民眾 或者民眾會讓你過嗎 民眾不會抗爭嗎 我覺得非常簡短的講一句話 現在我並不是 全面禁止美國牛肉 現在是有開放美國牛肉進口 只是特定的部位 帶骨還有內臟 還有一些東西不行 對於瘦肉精 我們是不許可的 所以我覺得 而且現在進口的美國牛肉 都是足批檢驗 有一些有減出瘦肉精 只是小部分而已 那表示說 很多美國牛肉是不含瘦肉精的 讓美國做得到 為什麼這個部分要有問題 那如果真的要開放一定的容許度的話 我覺得就是應該是有 有怎麼樣國際的標準 或是國際會議的決定 或是有科學的證據來支持 那樣子才會把這個問題單純化 而且事實上國家的尊嚴跟國家的利益 也實質上可以幫助到 是 林委員怎麼看的 剛剛黃委員提到的 就是在兼顧國際尊嚴的部分 你怎麼看 講的兩全其美 其實都很簡單 你知道歐盟為什麼反對這麼厲害 其實這裡面當然有政治問題 保護自己的農業 尤其是法國這樣一個大國 農業對他來講很重要 如果開放有瘦肉精的 這種牛肉進來 對不對 然後接著豬肉進來 那法國怎麼辦 而且農業區的那種 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常常都超過都會區 以人口比例來講 像美國為什麼把這牛肉問題 把他那個聲音炒這麼大 給我們這麼大的壓力 因為農業州的立委 都在比較保守的地方 都可以不斷的當選 所以在國會裡面 要不是當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在委員會的 所謂的在野黨的 最資深的國會議員 所以他們的影響力 變得非常大 這些農業地方來講 當然最重視的就是牛肉 豬肉 可能加上雞肉這些外銷與否的問題 所以歐盟的東西 我們要完全參考它 有點難度 歐盟可以對抗美國 27個國家 算是世界上很龐大一股力量 我們的對抗能力真的比較小 我不是幫馬志武講話 我們有時候不要把自己當作 像歐盟這樣的國家 你講到日本 日本就沒有辦法像歐盟這樣做 因為畢竟在全世界的 外交政治的這個版圖上 這個光譜上來講 日本是比歐盟力量要小 力道要小得多 所以我在想 日本可能是 最後我們不得不做的 如果說萬一我們一定要進口的話 你說像日本的模式 像日本這樣的模式 就是說我們把它標誌清楚 當然我們林主任會講說 我們跟日本不一樣 可是我們也不要這樣看待自己 台灣在全世界來講 算是非常進步的國家 你如果標記 標出來說這是美國牛肉 這裡的時候喊瘦肉精 這是台灣的豬肉 這是台灣的牛肉 沒有瘦肉精 你百姓還是要去買 有瘦肉精的東西吃 你能夠怪誰 我講魚好了 我是專門吃魚的 我愛吃魚 接著才是牛肉 怪的才是豬肉 魚也是一樣 我在農總計都驗過 我身上水盈含量也高 可是我還是喜歡吃魚 那意思就是告訴你 你盡量吃的魚不要太大 越大的魚需要越多的時間去長大 所以它累積的水盈就越多 你吃這個魚你就吃越多的水盈 所以我是盡量去 委員你還是特別去量含狗量 當然不是 當然我去量 一般好像比較少量 對啊 委員嘛 我們主要像林主任這樣 多幫他們找一些生意做 所以我去買魚 我就盡量買小一點的 然後也會告訴你 哪一樣的魚比較容易累積到水盈 哪些的魚比較水盈含量會比較小 那這些都是政府應該去做的 讓百姓 農委會讓百姓去了解 那百姓自己來做選擇 就像香菸一樣嘛 其實你說毒 我看香菸比瘦肉菌還更毒 可是香菸上面有標明啊 所以你抽這個香菸 你就容易得癌症啊 那你還要去找死 像我就不敢抽菸了 那你還是要找死 那你活該 像如果瘦肉菌來講的話 這邊標美國牛肉有瘦肉菌 台灣的牛肉沒有瘦肉菌 對我來講我當然是吃沒有瘦肉菌的 本土的牛肉 問題是我要請教 本土有多少牛肉可以讓人家吃 你有多少牛肉嘛 你看那很多牛肉其實不是本土的嘛 可能是別地方來的嘛 可是至少你飆出來了 那讓人民做一個選擇 我看一個社會啊 政府不要萬能 也不要說我就要決定你的生意識 政府所能做就是說 我把充分的資訊給你 你要為你自己的生命去負責 我認為這個才是比較簡單的 但對我來講 能夠不開放瘦肉菌的 任何的食物進來 對我來說我當然是贊成啊 安全是無可替代的嘛 對 好 這更多討論 我們先進廣告